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我們今天大家都要報一些 私房的今天好料 這是今天大家的任務 我想先從大文開始 那當然這個沒有想到 我們就這樣子兩年沒有出國了 最懷念的第一名應該就是日本 那聽說你有個走村祕境 在那邊你會覺得我來到日本了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沒有辦法出國 心裡都會很鬱悶 而且如果說大家如果要移動的話 如果交通的這個行程太長的話 大家溺在車子裡面又容易吵架 這樣子過年就傷了和氣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只要距離自己的縣市 隔壁一個縣市就好了 不要太貪心 我們不要跑太遠 那我推薦的這個是 基隆的八斗子海濱公園的望幽谷 望幽谷 對 它是有點登高望遠的感覺 然後它有個步道可以走上去 看起來好美喔 對 風雖然有點大 但是會有一種流通空氣 就是過年都有點寓意 譬如說登高望遠 或者是風生水起 然後走上去之後有海景 整個海闊天空 有沒有 我明白了 這是風之谷 對 是日本風之谷的感覺 然後又有一點這種天空之城 風之谷那種山跟天空 和海之間的感覺 這個要體力很好才能走 其實不用 因為我推薦的一定不會太累 因為我不會讓自己太累 所以我推薦的 大家全家有勞有少 一定可以完成的 好 剛剛講的是基隆 聽說大叔這邊有在這個 一樣是基隆的祕境 2018年才開放的 對 其實以前不叫祕境 大家常常去 這就是和平島公園 我跟大文的想法一樣 過年千萬不要在車子裡 塞太久 那基隆大概 就算塞很久 一個鐘頭也到了 基隆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對 這個就是 對 然後這是最有名的一個 觀景的一個涼亭 現在變成網紅 網美打卡的地方 對 那其實和平島公園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岩石 因為它不斷經過海浪的衝擊 所以說豆腐岩 各種各樣的岩石都很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 非常漂亮的池子 也是三年隨修 對 這是披圖的吧 超美的 超美的 對 所以和平島以前 其實是一個島 但是後來建了一個橋之後 它就大家比較方便 那和平島外面也有很多的 很好吃的海鮮 我其實也是鼓勵大家 去基隆走走 那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真的喔 拍的這個基隆雨 對 我也推薦給大家 和平島公園 通常過年的時候 北部人比較少 可以去走一走 那大文聽說你還有一個先進 也是那種不累可以健行的 是...我推薦的基本上 都不會讓大家累到 那這個推薦呢 你如果不開車也可以到達 因為它搭乘捷運就可以到 捷運 沒錯 它在捷運內湖站 然後走路大概十到十五分鐘 就可以到大溝溪步道 對 它其實真的是一個 也是適合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的話 這個其實難度沒有那麼高 大家可以看 鷹魚站旁邊十分鐘 對 它捷運站旁邊十分鐘而已 然後你可能可以帶一些 那種過年啊 家裡很多零食 你帶著 然後上去吃一些零食 然後垃圾帶回去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行程 又有水 又有山 又有綠意 大家心裡都會很開闊 好療癒喔 我覺得我可以 跟大家一起去那邊健行 因為我其中一個要介紹的 跟它一樣 也是大溝溪清水公園 那那個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往上走 就是它可以走到那個圓絕瀑布 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 其實它就是小小的 它算是那種 捲捲流下的那種 細水的瀑布 對 可是我覺得在那邊 你會覺得磁場很好 很舒服 而且它走的那個步道 我覺得它規劃得很棒 你會覺得你好像走在那個 林蔭之間 然後還有那個 就很不錯 它全程大概走多久 其實全程大概走 不到半小時一定走的 不到半小時 但是要走到圓絕寺就累一點 走到瀑布就比較簡單 它那個地方 如果你真的很有角力 你還可以往那個 鯉魚山那邊爬 對 就是可以爬更遠 或者是那個 進殼公退殼熟的地方 對 而且它另外一邊 還是那個大草皮 像剛剛講到小朋友 可以去那邊 像是野餐 它甚至有些季節 它會有花海 然後你從那個園區走進去 是可以走到一個 公園的製高點 然後你就可以俯瞰整個草皮 那個清水花園的那個 花海的壯觀 你就會覺得很漂亮 好舒服喔 對 然後再來 我還要另外介紹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覺得現在 這個天氣很冷 你不想下車 但是又想看美景 我特別推薦 就是北部的這個 濱海公路的停車場 不要小看這個停車場 超讚的 對 如果你們是假日去的話 有可能還會遇到那個 假日的咖啡車 你還可以先買杯咖啡 然後因為它的那個停車場 算是一區 然後那一邊它其實就是海邊 就是可以去玩水的 可是因為很冷嘛 你可能不會想要下去吹風 那你就可以停在一個 你覺得景觀不錯的停車場 然後你也不用下車 這個是我從車子裡面這樣拍到的 所以那天的行程叫做去停車場 不錯啊 感覺滿省的 那地方還不錯 又很漂亮 你看 這是我從車子這樣拍出去的 其實我就覺得還滿讚 那如果有時候 你真的想一個人靜一靜 我覺得那邊還滿好的 很適合讓自己放鬆 充電的地方 它是靠近北海岸那邊嗎 對 就是往那個 就是北部的濱海公路那一條 那一樣如果我們輕旅行的時候 就可能就有三天 你絕對不會想要第一天跟第三天 都花在那個車程上面 我就非常推薦新北三隻那裡 那在那邊其實呢 我就會去住這一家 它這個是寵物友善的民宿 然後其實這一家 其實我經紀人開的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就是強調 就是我們要領養代替購買 對 所以它這個寵物友善的民宿 它是狗狗進去它不收費的 它只有收就是頂著一個清潔的押金 就是說如果 所以我可以帶十隻狗也是OK的 可以喔 好友善的地方 對 它裡面總共大概可以 就是住八個人吧 但它是整棟的 你也不會看到陌生人還是什麼的 然後你要在那邊 進行什麼家族活動 你也會覺得很方便 就是我在民宿那邊拍的 它的門口 對 然後呢 就是我跟我媽媽全家 我帶兩隻狗狗 對 就是一起去那邊玩 那其實之伯山莊裡頭 還滿好拍照的 我就一直幫我媽媽拍照 對 因為它裡頭 有點像藝術村 它有時候假日的時候 會有一些咖啡廳 然後有搖燒披薩 就其實它那一區還滿舒服的 滿好逛的 然後裡頭還有一個蜂蜜園 它那邊有那個養殖的蜂蜜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買那個新鮮的蜂蜜 或是蜂王乳的話 我覺得就是也還滿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想說 是不是去新北三隻 就只能去淺水灣跟白鯊灣 其實沒有 我覺得有個地方很棒 就是這裡綠石巢 好漂亮喔 它就在老梅 就是從如果三隻 就是我那名書這樣過去的話 大概十幾分鐘就到了 你看到這個綠石巢 它其實是季節限定 也就是說大概是 這是什麼 好特別喔 對 它是在三月份到五月份的時候 會打那個 就是會吹那個東北季風 然後這邊的這個火山椒岩 就是因為被東北季風這樣吹 然後這些的綠藻 它就會開始被滋生 所以在這個季節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片綠色的地毯 這是非常難得的 像在大家都說的台灣什麼 所以這叫季風之淨草 因為東北季風吹 它就生出一片綠藝來 對 其實這個景觀 好激勵人心的綠石草 真的是很美 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再會呼籲一下 就如果去那邊拍照的話 要小心千萬不要踏在這上面 因為其實有些人為了要拍美景 會踩在上頭 其實是破壞環境 而且它其實是很濕滑的 然後它其實像這個綠石草 是像是它在這一區 然後它前面就是會有老梅的這個沙灘 所以其實你看完這樣的景觀之後 你還可以去海邊玩 然後因為它都是在這個老梅社區的附近 所以綠石草你看完之後 你可以到社區去走一走 你會覺得有種穿梭時光的感覺 因為裡頭有些禮法院 然後有一些壁畫很可愛 然後它在那邊就還有一個是 很特別的叫做洗衣溝 就是有很多的婦女會在那邊 就是洗衣服 對 就是算是傳統的 對 即便就是家裡現在有洗衣機 但他們還是會去那邊洗衣服 滿特別的 大叔你也有去過是不是 去過這在三支跟金山的桌 叫石門 而且很特別 那個地方是沒有門牌號碼的 大家都是一個數字而已 因為房子都是廟捐給他們的 對 我們衝一下 非常漂亮的地方 非常漂亮 他們的國小都有百年的歷史 對 其實還不錯 台灣真的好好玩 還有好多地方可以去 真的 好 我們在看了這麼多 玩累了一定要吃一頓好料的 聽說佳馨妳這邊有 背還按私房的 對 因為其實就是看年輕人 年輕的妹妹們都是 就是去健行 當然我們這個年紀就在家 就去找餐廳吃東西 那這個是 因為我跟我先生 我們常會去就是貴厚漁港 因為我們會在金山萬嶺那邊 有時候放假的時候 我們想說不要開車開太久 那我們就開去那邊 然後因為我先生很喜歡吃海鮮 所以我們每年 比如說像秋天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去北海岸 因為去秋天是可以吃到螃蟹 那這是我自己常去吃的一家餐廳 然後我們通常都不會在正中午 就吃飯時間 或者是說晚餐的時候吃 我們大概都是比如說三點多才去 那時候餐廳就比較沒有人 所以那這是它的一個名菜 就是中卷做避風堂的一個方式 滿特別的耶 對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是紅巡 我們每次就是秋天到的時候 一定要吃螃蟹 那它這邊的螃蟹的話 其實在這個 因為很多都 他們都是漁港過來 就是活的 所以其實很新鮮 那它當然自己餐廳裡面也有養這個 我其實講這事情我好怕 因為我很怕就是講了之後 因為它聲音更好 那我就根本沒有辦法去 我有感覺到你的語氣的猶豫不去 對 對 有點 想推又不想推 不是很想講 那價錢其實也還好 就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只要不是點那個 魚缸裡面的 大概就是兩三百 所以我上回就是帶我公婆去吃 去吃海鮮 那我們一個人大概就是四百多塊錢 那就沒有點到 因為點龍蝦她說不要 不要的話我們就捨下來 所以我們後來一個人 其實花費滿低的 那當然因為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一樓是 就是說它有一面是面那個海邊的 所以你如果像我跟我先生 我們大概三點多四點的話 吃完大概快五點 就可以看到夕陽 所以你可以在餐廳裡頭 坐著就看夕陽 它二樓有咖啡廳 是嘉欣特別這個 把私房的這個介紹出來 所以看到麻煩老闆 看到她的時候 給她讓一個位子給她 是